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很多時候音樂沒有文字 所以它是稍微抽象的東西 可是作曲家用什麼來抓住我們的耳朵呢 它很多時候是用Motives 動機 比如說 第一個動機 你記住了 它再下去 再來 它只拿一半 再來 或者 它的動機就只有四個音 或者這個動機 它就用這個動機一直在那邊轉 今天多謝大家的投票 那就 就我們就得到了這個答案 就 me so t fa 四個音 我們就用它來做動機 來演奏 那剛剛 拿到這四個音 其實我有心裡量一下 因為不是很容易 因為你聽 你聽 五個音 me so t fa do 這是me so t fa do 你看很難聽的那個動機 或者我可以倒它下來 也是很難聽 不過我沒有辦法 生命中 you know if life gives you lemons make lemonade 那我們試試看 在爵士樂裡面呢 很多時候 我們當拿到一首曲子的時候 我們儘量 以我們的能力 來把它變成一個 稍微有趣的東西 那 第一個我們可以做的是 讓它加上不同的樂風 那我們今天大約選了幾個 可能這個有點像是 流行歌曲這樣的樂風 Let's try something like a pop thing Be the beat One Two Three Four 自動 还好了 还可以 那我们现在试试看 这个叫做 swing 的感觉 Medium swing One A two A one A two Three Four 那我们试试看一个 再快一点的 swing Fat swing Fat swing I think you can like kind of like a double time thing One Two One Two One Two Three Four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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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詞曲 李宗盛 来自巴西的那种乐风 这个叫做Bosanova 这个也像pop这样 很多人很喜欢Bosanova 我也很喜欢Bosanova 1,2,3,4 那我们试看这个 谢谢谢谢 那接下来试看这个是 有点来自古巴的一种乐风 叫Salsa Salsa其实有点很像 我们马来西亚的风味 Salsa是什么 就是那个酱嘛 你点那个酱吃那个chips 对不对 所以我们马来西亚的version 我们会叫Roja 因为它是中美洲南美洲的移民 到美国纽约的时候 大家参来参去 就出一个新的音乐 叫做Salsa 就我觉得我们差不多一样 只不过说我们是体现在食物 多够体现在音乐 是 ? ط 卡 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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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